D4跳過,Laps跳過,Type跳過,這個都不用 其實只要中瓜糊的就表示不加這個參數也沒有關係 再來逗點 最後呢如果跳到Type的時候的話 你就輸入到輸入1就可以了 因為1指的就是說只能夠輸入數字 這樣的話我們來試一下 OK,不過中間這麼多逗點 總共有2,4,6,7個逗點 但這有點不人性話,你先想說老師那這樣逗點這麼多,感覺怪怪的 那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呢?其實有啦 其實如果說你要指定,因為他參數好幾個 如果你將來呢 只要指定某一個參數傳遞訊息的話 很簡單,逗點 然後打一個Typ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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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所謂冒號加等於就是說 這個 我要的這個參數 就是要直接指定就是 等於是Type 傳遞給他 OK,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我們來試一下 直接直接 也是一樣 移到這邊 計算一下 先清楚好了 計算 存款金額 當然你如果輸入正確的話 應該是不會有問題的 清楚 如果你輸入像剛剛那種狀況 比如說10萬好了 假設有人就直接輸入一個 不應該輸入的像什麼數字啦 或者像什麼英文等等的 比如說輸入英文 Aaa 按確定 剛剛一定會出錯 可是現在的話 按確定 不正確的數字 它會幫我們講 過濾掉 OK 那你強迫你一定要輸入正確的 這樣才OK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可以利用剛剛講的這個 多加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前面加一個 點 後面呢 豆點 Type 等於1 這樣就搞定了 當然呢 如果你將來呢 限制其他的格式 其他東西的話 你按雷幅1 這邊也都有 可以查 比如說你今天要輸入的是文字的話 那你就用2 如果是公式的話就0 如果是什麼 邏輯的話 True or False 還有什麼 儲存格參照 等等的 這我想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我覺得比較好用的是 判斷它是不是數字啦 OK 輸入1就可以了 好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外面先換給各位